大家好,《癲狗日報》已經有獨立的Youtube Channel 各位看完我們的《癲狗日報》Youtube Channel之後 記得按影片下的讚好和分享、like and share 也記得按訂閱、subscribe 之後旁邊還有個小鐘要選擇全部 這樣我們一有新節目,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Youtube的通知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玉聞踢爆》 今天是2020年3月13日 今天第一節我想講的就是 這條題目大家都看看預告的 今天的主題 第一就是 出大流行 大流行是什麼呢? 全球大流行就是武漢肺炎 全球大流行 於是就出口轉內銷 出口轉內銷之後 就會回到頭來襲擊中國和香港 當然有些人 現在經常根根根計較那個 所謂武漢肺炎 或者這個所謂病毒 那個源頭究竟在哪裡 我們覺得這個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我也講過很多次 但是 首先 病發 現在大爆發的 就從武漢開始 這是不是鐵一般的事實 對吧? 當然 現在共產黨 在過去一個月來的宣傳 就是 自從中南山走出來 說 病毒的源頭 可能不是在中國 接著就有人 講講一下就是美國 對吧? 現在就像真的一樣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直接在Twitter那裡出了一段 就說 這個 是美軍帶進去中國的 這樣 出口轉內銷 可能很多人都未聽過 這個Term 其實是我們做新聞 過去幾十年 我們經常講這件事情 什麼叫出口轉內銷呢? 以前我們做一些大陸新聞 你是沒有辦法 直接找到消息來源 因為它封閉 對吧? 於是 很多新聞就是 出口轉內銷 這是一個宣傳的策略 現在這個病毒 哪裡出口呢? 譬如假設 中國 武漢出口 現在襲擊全球 現在全球大流行 接著出口轉內銷 那就可以進回中國 進回香港 對吧? 原來也是中國的 那就是出口轉內銷 這個叫做 你出口轉回內銷 因為惹到全世界都是 對吧? 現在全球六大州 對吧? 也有感染的個案 歐洲現在變成重災區 你說多糟糕 現在總共加起來 有超過13萬個確診 中國佔8萬 現在其他 中國以外的地方 都已經去了5萬 死了5千人 疫情是越來越嚴重的 可以這麼說 病毒 大流行 出口轉內銷 接著就殺到香港 以及大陸 必然的 對吧? 所以這個 所謂肺炎的肆虐 現在香港的疫情 超過140個確診 死了4個人 相對來說 比起現在的大爆發的國家 還是有一段距離 但是也排好前 但是出口轉內銷的情況 就是說 現在輸入的個案 一直都出現增加 最新的就是 今天 本地感染 過去這百多宗 絕大部分 是本地感染 現在就開始 有這些所謂的 輸入的個案 今天最新的 就是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 在記者會裡面說 今天 3月13日 新增3宗 肺炎確診病例 包括一個16個月大的男嬰 也是目前確診個案 年紀最小的一個 其中一個年紀最小的 一個確診個案 另外還有一宗是初步確診的 這位16個月的男嬰 就是另外之前那兩宗 第113宗和第130宗 就是他的母親和父親 就是說 三母子 這三母子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那個確診 就是他們一家三口 由倫敦坐國泰航空公司的 CX250班機 在上個月29日來到香港 那這一班班機 這個航班 除了他們三個確診之外 另外還有兩個人 有確診 這個就是出口轉內銷 輸入個案是不斷增加的 是不是 那好了 之前 十三母子 前一 又有 又是 在倫敦 又是坐國泰的 又是這班機的 是吧 250班機 又是一樣 是吧 那 另外有一宗 就是說 有個三十歲的女士 她去過希臘巴黎 坐土耳其航空TK1828的韓班 從巴黎到伊斯坦堡 再在3月5日 就 由伊斯坦堡到香港 那 她在今個月8日 就曾經跟朋友行山 然後就確診 那這些就是 輸入個案 陸續有離 基本上是 香港人最清楚 最關注的那宗 就是一個旅行團 是吧 就是新華旅遊 一個旅行團 就是埃及團 全團 八個人加上導遊 九個人 全部中招 這些就是 輸入個案 不斷增加 那你怎麼可以調以輕心呢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現在就叫人 不要去出門 不要去旅遊 就是這樣 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現在基本上是 除了馬來西亞 現在又沒有限制 是不是 或者柬埔寨 越南 你現在數一下 香港人可以去的地方 已經不多 那就好了 大家例事你去完之後 然後回來香港 可能要隔離都未定 是不是 現在整個歐洲 基本上全部是出現大爆發 意大利很嚴重 德國很嚴重 法國很嚴重 西班牙也有 周圍也有 荷蘭 當然大家去探究的原因 也沒有什麼意義的 是不是 意大利就是 因為有條溫州村 是不是 總之你跟 中國比較親近的那些 全部都是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 現在是全球大爆發 是吧 美國夠嚴重 是不是 所以下一節我會講美國 美國 就是 這個情況都非常之嚴重 那就是跟他的檢測的制度有關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是不是 說回香港的情況 就是大家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是不是 所以 袁國勇教授 就是這個 林鄭月娥的顧問 就是這個 防疫的顧問 他就說 今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他說這個 他就叫做新冠肺炎疫情 他就跟世衛那個說法 我們就叫他 繼續叫他做武漢肺炎 OK 因為要令到大家印象深刻些 不是跟著讓你混淆視聽 所以我為什麼這一集要說出口轉內銷就是這個意思呢 什麼叫出口轉內銷 是你出口出去 現在回頭 你不要以為很有趣 我們沒事 我們現在 現在中國 又很輕鬆 是吧 但是實際上 就是 接下來會怎麼 就是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看到全世界這樣爆發 那你說 現在要是否要互相圍堵呢 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溝通呢 接下來 基本上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過天涯藥備輪 海內全知己 這個天涯藥備輪 就是全世界是一個地球村 人與人之間 因為這個傳播科技的發達 資訊科技的發達 距離變成縮短了 是吧 尤其是這個AI的發明 加上這些所謂互聯網 所有的 那大家是不是 那時候 你通電話 IDD也要付錢 現在是視障 也不用錢 但是 海內全知己 就是 大家的格核 那個分歧 是不是少了呢 不是 分歧就越來越大 好像 很近 是吧 其實呢 仍然是很遠 這麼遠 那麼近 那麼近 這麼遠 現在的情況就是 就是 天涯藥備輪 就是那個疫症 是吧 但是 由於互相圍堵 於是那個溝通 是吧 就出現問題 然後那個隔核是更深的 是吧 現在你美中就就這個疫症 這個疫症 就是一個口水戰 是吧 你中國現在就要賴 說是美國 是吧 賴美國 哇 你八萬幾宗 是吧 我經常在想 用常識的 一個喜歡說謊的政權 一個消息 沒有辦法自由流通的國家 是吧 一個文字這麼低的 一個這樣的民族 是吧 這個大瘟疫 現在官方的數字 你都會相信它 你一定是白痴 是吧 是吧 在中國死了多少人 就是一個數字 是吧 是吧 有些人 是吧 那他們有些人 即是現在 未死那些 或者坐享其成 享受這個經濟成 那些人 說中國十幾億人口 死那些 有什麼所謂 只要不是死我 就行了 是吧 這些就是中國人 基本上是悲哀 是吧 說回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袁國勇的說法就是 這個病毒 不是像沙士那樣可以斬斷的 即是 會維持兩三年 他已經說過了 所以他曾經提過 在2003年的時候 希望政府可以改善 這個醫療設備 是吧 那時候說要建三間醫院 來做防疫 現在到現在為止 就是 只有一間 是吧 還有就是說 大家好像沒有吸收到 即是當年 只要是政府 吸收了當年沙士的慘痛教訓 是吧 他說從現在 即是現在開始 還是用手機來填補新報表 去追蹤患者 是吧 就已經是非常之落後的 是吧 那我又觀察到一種情況 當然 袁國勇的提法就是 叫大家 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他認為應該有七成人 就是染病 這個疫症 才可以 受到壓制 你說多恐怖 七成人 那你 說未來這兩三年 如果說七成人 那你哪有那麼多 醫院 哪有那麼多 防疫的設備 所以政府 你在財政比較 寬裕的時候 就應該做這些事情 所以 袁國勇教授就說 03年的時候 已經提出這個警告 也都希望政府 盡量 那時候 經濟不好 又失業率高企 但是經濟好之後 大家就掉以輕心 又過了太平日子 人就是這樣 很善亡 對吧 就是 你有兩天安樂茶飯吃 你就會忘記以前的事情 對吧 那永遠都是要 吸取教訓的 對吧 我留意到最近 這兩個星期 由於那個 譬如說 那個疫情 不像其他地方 這是一個比較 那你香港如果說 百四單 在之前其他世界 還沒爆發的時候 如果你有這個確診數字 是不是很恐怖 那如果你現在 跟那些上萬 幾千那些比 香港就排到 二十幾位 或者十幾二十位 那好像沒什麼 但是要想一下 那些地方 為什麼忽然間 會這樣爆發呢 對吧 你未必可以 喂 真的 你現在百幾單 接著說千幾單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 因為這些數字 做一個比較之後 大家就開始鬆懈 覺得香港好像沒什麼 所以最近 我有留意到 坐的士的人 又多了 街上的人 又多了 那些食肆 又多了 人去光顧 對吧 我想大家都看到這個現象 喂 這樣真的很嚴重 老實說 你明白嗎 你這樣鬆懈下去 第二天那個大爆發 你真的很難搞 當然 有些人說 這是一個兩難 對吧 如果大家都縮在家裡 斷了社交活動 又不出去吃飯 又不出去消費 不去街上 那香港就變成一個死城 對吧 經濟就更加慘 對吧 應該出去消費一下 那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萬一爆發的時候 就又縮回家 對吧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一些 特別是這個 林鄭月娥 大家都記得 在月頭的時候 對吧 她真的是屁股貴 對吧 在Facebook的專頁裡面 之前說 九十幾宗確診 這是一個成績表 說政府果斷抗疫措施有效 那香港又比亞洲地區 南韓、日本、新加坡低 更加遠低於意大利和伊朗 那又說 這個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實際上 就是自己在那裡認屎認屁 之前我也做過一集 在那裡批評她 對吧 那現在就一百四十幾宗 對吧 連一個領導人 都是這樣的心態 那就很嚴重 反而我們看到 前線的這些醫護人員 就是個個都不敢 調以輕心 對吧 就是你衛生防護中心 喂 那些主管 你天天要出來報 他也要監察著全球的疫情 他一定不可以 好像林鄭月娥那樣說話 真的很嚴重 怎樣叫受控 就是較早之前 大家都記得張建宗一句說話 就已經被人罵了 對吧 這個疫情受到控制 後來就說監控疫情 其實他不是口誤的 不是表達得不好的 而是政府內部 在當時三月頭的時候 只有九十幾宗 然後日本 韓國 意大利 伊朗爆得這麼厲害 伊朗那時候還沒有 看到日本 韓國爆得這麼厲害 就以為香港 我們很厲害 台灣今天只有四十幾宗 到他有沒有應屎應屁呢 一樣是很小心的 所以到今天為止 亞洲地區 亞洲的國家 台灣最厲害 我現在告訴你 如果你說防疫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說 但是人家都不敢 認屎認屁 說政府做得很好 他只是很謹慎 小心 去處理這個疫情的問題 到現在的確診數字 都是一百以下 是不是這樣就沾沾自喜呢 這就是 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是嗎 你現在覺得 我們香港很好 那你就一定 沒有了警覺性 所以我在這裡奉勸各位 我們作為香港人 最重要是自己提高警覺 經常保持一種 最高戒備的心態 因為現在你看到全世界這樣 你不怕 你看到全世界這樣爆 你覺得香港這樣沒事 但是 這一種這樣的心態 是很有問題的 我覺得 當然 經濟一定是不好的 這是沒得說的 政府要多拿錢 多些錢出來補貼的 大哥 包括對旅遊業 或者中小企業 飲食界 是不是 我們現在看到 做的都是 就是 規模都是很小的 是不是 救不了命 說句難聽一點 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要保持警覺 你不能夠放鬆 對吧 這種放鬆的心態 就是很危險的 因為 如果大家都放鬆的話 一個大爆發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對吧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